姐夫 有一些话 我这个当妹妹的 本来确实是不该说 可是这些话 一直憋在我心里 都憋了好久了 实在是难受 什么话呀 干吗要憋着呢 说吧 你就真的那么爱我姐 怎么了 小语 怎么说这种话 女生的暗示往往很隐晦 因为她们天生矜持 因为她们必须考虑 传统观念的束缚 对于齐宇而言 她和颜若水之间的关系 更加决定了她的暗示 必须拥有足够的铺垫 这个世界上 使坏或许不用理由 但事好绝对有着充足的原因 否则定然不会成立 齐宇夸奖自己的姐夫 并开始羡慕自己的姐姐 就有着极为明显的目的导向 她要表白了 像一个最不应该表白的男人表白 颜若水真就不知道齐宇想要说什么 当然知道 可她明明不愿或者不能接受齐宇 为何还要怂恿着齐宇说出来呢 有些是说出来才好拒绝 有些人只有拒绝了 才能证明自己的清高和自律 所以你学会了吗 没事 我就是这么问问 你是我的亲姐夫 我有时候就在想 你这么孤独寂寞 对自己很残忍 你说你这么付出 会不会是因为 会不会是因为我在呢 我说的对吗 你姐夫就是这样的人 你也不是不知道 小语啊 这些年我们不就是为了早点团聚吗 姐夫不会孤独 不会 如果对方给出的问题 你不想回答或者不想正面回答 颜若水的实操告诉我们 你可以这样操作 从问题中选择一个严重偏离重点的方向 予以强调说明 予以着实解释 其余的问题是 你是不是喜欢我 颜若水的回答是 我想和你姐早点团聚 回答了吗 等于没说 没回答吗 意思比较明确 既能照顾对方的面子 给对方留个台阶 又能含蓄表明自己的意思 出口骨松有颜若水这样的情商 或许就不会有随后的悲剧 然后 重点在然后 相信姐夫 你姐也相信我 我告诉你啊 做夫妻 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 不能相互猜疑啊 颜若水还故意将其余 当成了自己的监督人 趁机向其表明了自己的心计和自律 你放心 我不会对不起你姐 你看 自己的形象维护了 妹妹的问题回答了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依然融加 会说话就是如此嚣张 只是 颜若水的回答并未达到其余的目的 她也只能认为是自己的暗示太过隐晦 认为是颜若水没能听出自己的话里有话 暗示还得继续 柯尼不觉得你这样有点太苦了你自己吗 你说他们在那边坐监 你不觉得你也要 安慰别人的最佳方式就是转移别人对痛苦的注意力 相反 刻意强调甚至故意放大别人的痛苦 就能引爆别人的情绪 其余的目的很明显 那就是尽可能击中颜若水的内心痛楚 让颜若水重新审视自己的艰难困境 并想办法做出调整 言若水给出的回应也同样更为明确 甚至还强调了自己仅剩的一点优点 能够自律一点而已 请注意张国立老师对这句台词的语气 语调和语速控制 自律是强调自己的优点 一点是用以强调自己的谦虚和谨慎 而以则是明确告诉其余 我就剩这点优点了 请不要让我彻底变成坏人 自律语气重 代表了太多的明确 一点明显带有轻信意味 代表了一个男人该有 但却很难有的成功坚持 而以重点强调 加重目的的导向 逼着对方理解自己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了电视剧的高度和水平 凭心而论 如果没有王志文和张国立这两位老戏骨撑着 轻辞也不过是一个口水剧而已 只是坠入爱情的女生理智欠缺 坠入暗恋的女生 更是带有明显的倔强 第三次暗示失败 其余仍未认输 是要将话题进行到底 解决 其实我 我一直特别羡慕魔戒 我觉得 如果我碰到的那些男人 有你的一半 不用一半 三分之一就足够水 瞧瞧你今天说的都是孩子气的话 你刚才那句话说反了 找到你姐是我的福气 我这人有什么呀你说 除了下海围棋 还什么业余爱好都没有 我呀 就是一个无聊 无趣之人 注意这句暗示太过明显 严若水已经没有了应对的方向 该怎么办 自己不愿承认 就要着重强调对方的言不由衷 严若水这句孩子气就和你喝多了 你已经失去理智了 你还没睡醒吧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你说的都是孩子气的话 也就是你跟我开什么玩笑的意思 我不承认你说的 你也别再说了 再者 既然这个问题没法回答 那就往前找 寻找对方之前的漏洞 再进行着重强调 再强行改变话题 并趁机进一步明确自己的心计 像我这种无聊无趣的人 能找到你姐才是福气 我要珍惜 有了这句话 其余还好意思继续吗 好意思 只不过其余需要换个方向 哪怕成为替代品 那你觉得 我像不像我姐 看着我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她 小语啊 你跟你姐姐 都是家教很好的女人 都是好的女人 你们聪明 能干 漂亮 气质优雅 那你就把我当 有些话 得永远藏在心里 有些念头呢 得永远搁在心里的 不能说出来 让她 在心里头悄悄地 绽放 明白吗 你不是只爱我姐吗 你不是找到我姐 就是福气吗 那你能不能把我当成我姐 能不能将感情 暂时转移到我身上 哪怕成为替代品 我也心甘情愿 上文我们已经提及 暗恋中的女生 不具备正常的思维能力 甚至会刻意降低 自己的姿态 乃至自尊 这种感觉最折磨人 也最能让人 干出超越常规的事情 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问题 盐若水 到底喜欢不喜欢其余 我的回答是喜欢 要不然 她不会劝说 其余将念头磕在心里 而会让其丢弃 要不然 她不会劝其余 让念头偷偷绽放 而是让其彻底忘记 那么问题又来了 明明喜欢 盐若水 为何就是不肯松口呢 别拿什么 道德约束和伦理观念 来看待这个问题 盐若水和什么 道德伦理 已经不沾边了 长期的雅惠生涯 造就了盐若水 谨慎小心的脾气性格 她担心 其余会是自己 妻子委托的监视者 担心这种关系的跨越 会影响自己的雅惠大义 担心两人的关系 会影响自己的正面形象 更担心 其余会成为自己的软肋 成为自己被攻破的突破口 一句话 盐若水只是有贼心 没贼胆 金字而已 他绝非什么正人君子 要不然也不会轻易 中了徐毅的美人计 可这一切 早就深陷其中的其余 并不知道 他仍对这个男人 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话题不能再继续了 敏感不能再触及了 这个时候离开 才是最好的选择 盐若水要离开 其余更要离开 盐若水要断了这个念头 其余更要断了这个念头 只是其余真就能 顺利顿往加拿大 盐若水真就能捞满身退 别忘了 人在座天在看 别忘了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更别忘了那一句 看似唬人 但实际最有道理的一句话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